最近到英国去玩的话算是断旦季 但是如果在春节期间想要到欧洲去玩的话 就可以免签证了 欧盟在昨天发布的公报 正式宣布了台湾民众到欧洲免签证 公告20天之后就可以生效 时间算一算呢 那么从欧洲的时间 1月的11号临时开始 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者呢 飞往欧洲35个国家 通通免签证 停留期间可达90天 虽然国人赴欧免签 但是进入深耕区 还是需要持有有效的护照 三个月以上 另外呢可能需要提供回程的机票 足以证明在当地可以维生的证明 还有旅馆订房记录 开会邀请函 或是求学许可这些证明 如果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的话 还是有可能会被拒绝入境的